大家好,我是队长 之前那期征服者康的17个变体的视频发布后 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不少粉丝在评论区以及私信问我 有没有女版的康能够介绍一下 为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今天我们就不再仅局限于主世界 而是放眼整个多元宇宙 看看能有哪些有趣的康的变体吧 实际是1610,也就是中级宇宙康 和主世界的康都是纳萨尼二理查兹不同 中级宇宙的康是隐形女苏珊斯通 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中级宇宙被一场灾难毁灭 未来的神奇先生为隐形女打造了一套 可以穿越时空的制服 希望她能够逆转世界毁灭的命运 隐形女穿越到大事件 终极通牒发生一周后 此时的英雄们因为万瓷王逆转次级 死伤大半 绿巨人神奇先生以及快银也黑化成了反派 隐形女康和神奇先生合作 决定收集无限宝石阻止世界毁灭 在击败了众英雄后 神奇先生在钢铁侠的脑子里取得到最后一枚无限宝石 之后两人公布到所有的科技 消灭了全世界的银行 并研发了零污染的能源技术 除此之外 隐形女康其实还计划消灭所有的变种人 以彻底清除不安定因素 为此她杀死了知晓这个秘密的快银 但最终 两人的计划还是被反共而来的英雄们挫败 而也就在这时 一股巨大的能量来到了终极宇宙 隐形女康说 就是这股能量毁灭了世界 现在已经太时了 她只能再次穿越 试图回到更早之前拯救世界 说完她就离开了 隐形女康的能力比我们熟悉的隐形女要更加强大 她不仅能够制造能量屏障和隐身 还能扭曲周围所有的光线 制造大规模的幻觉 还能通过操控立场 隔空取物以及远程攻击 甚至让自己的身体变形以及分子重组 第二位是2099康 出自蜘蛛栽变边缘 我们的老朋友彭克蜘蛛和往常一样 在街头殴打彭克雷神 理由是雷神作为神是压迫阶级 不符合彭克蜘蛛侠反抗强权的反抗精神 而且她还是反派红骷髅的走狗 因此彭克蜘蛛侠将其通扁一顿后 准备让她去给红骷髅带句话 可不料下一秒 一道激光击中了彭克雷神的身体 即将她变成了灰烬 彭克蜘蛛侠回头一看 发现来者是一个西装革女的康 西装康自称是康科集团的总裁 因此呢我们就称她为总裁康 她来自于彭克宇宙的2099年 在未来 康科集团拥有许多英雄反派的版权 并以此制作了大量的玩具周边 以及游戏电影 但由于遭遇经济大萧条 因此总裁康打算把彭克蜘蛛侠本人 带到2099年 办一个真人商业秀 想着大捞一笔 对于这种行为呢 彭克蜘蛛侠自然是果断拒绝 总裁康也料到这种发展 只能她身边亮起了紫色的光芒 一支彭克蜘蛛侠玩具军队出现 与彭克蜘蛛侠本尊 流打在来一起 别看这些玩具啊还怪可爱的 但是攻击力可一点都不弱 才交手没有几下 彭克蜘蛛侠就被打得遍体凝伤 无奈彭克蜘蛛侠 正找到彭克美队 帮忙拖住总裁康 而他自己 则找到已经退隐的好友 彭克绿巨人 希望他出山击败康 然而此时的彭克绿巨人 退役已决 彭克蜘蛛侠没有办法 彭克蜘蛛侠的友情 再度为他变成了绿巨人 彭克绿巨人 作为这个宇宙最强大的英雄 总裁康的激光甚至无法破防 仅一击 彭克绿巨人就把总裁康给秒了 被击败后 总裁康告诉彭克蜘蛛侠 他之所以想要他 是因为他是这个时代 最出色的英雄 最重要的是 他改变了世界 且一年早逝 正因如此 他才成为了历史上 最知名的超级英雄 说完之后 他要逃回到未来 由此我们也能发现 不同宇宙康的变体 强度也都不同 第三位 钢铁侠康 出自终极入侵 真实身份是 6160宇宙的托尼·史塔克 由于终极神奇先生 重逐宇宙的监狱逃脱 并穿越到了6160宇宙 通过对各个英雄的起源进行干涉 竟然将整个宇宙 打造成了他统治下的模样 比如 洛基在雷神的扶持下 继承了王位 由此雷神也不会来到地球 成为英雄 神奇四侠没有遭遇宇宙风暴 也就没有获得超能力 霍华德一直活到现在 和斯坦一起成立了 全球最大的军火企业 因此 这个世界也没有钢铁侠等等 而缔造了如今 世界格局的宗敬里德 则自称为造物主 表面上 世界分为7个地区 由绿巨人 英国队长 密克 杨燕 孔书等7位领导人分别统治 但实际上 宗敬里德才是真正的统治者 并且每隔几年 会让某个地区 向世界发起战争 这样 其他6个地区 就会因为有共同的敌人 维持相对的团结和稳定 就这样 每几年能换一次 形成了虚假 但却持久的和平 然而 却有一个人识破了这一切 那就是这个宇宙的里德 尼查兹 在终极里德的影响下 他不仅没有获得超能力 而且神经四下的其他三人 也都被终极里德杀死 这个宇宙的里德 还被强迫戴上了面具 成为了毁灭博士 毁灭里德被终极里德 于是他暗中拉拢了霍华德 共同对付终极里德 并且还将真相和时空穿越的技术 告知到这个宇宙的托尼斯塔克 后者最终成为了钢铁侠康 通过穿越时空 企图修复被终极里德串改的历史 第四位 戴鼠康 来自猪猪侠的宇宙 这个宇宙的所有居民都是动物 贾维斯是一只海豹 鹰眼是一只鸡 红女巫是一只狗 快银是一只鸭子 黑豹是一只熊 幻世是一只鸭子 复制的联盟叫做石荒者联盟 而康是一只袋鼠 他因为看上了红女巫狗 因此放刷奥创金刚和动物联盟进行了大战 结果在过程中 奥创金刚也看上了红女巫狗 反而把袋鼠康揍了一顿 还抓到红女巫狗上演了一出卡通版的金刚 最终 黑豹熊用一枚原子弹击败了奥创金刚 而袋鼠康也被动物妇联逮捕 第五位是实验吞噬者康 来自于18854宇宙 这个世界的康杀死了行星吞噬者 在吸收了吞星的力量后 康姆在直满足以征服时间线 转而开始追求吞噬所有的多元宇宙 他渴望成为全宇宙唯一的康 并将自己化作多元宇宙本身 而他的行为也被身为观察者的尼克弗瑞察觉 为此 观察者弗瑞召集了来自不同宇宙的英雄 组成了流放者 共同对抗实验吞噬者康 流放者的成员有闪烁 就是X在你逆转未来里面会传送的那位 此外还有老年卡玛拉 钢铁小子 女武神以及Q版的金刚狼 最终在流放者以及多元宇宙大军的合作下 时间吞噬者康被击败 宇宙又一大危机就此解除 第六位时间法老康 出自漫威和DC联合推出的漫画 蜘蛛男孩组队 融合了征服者康的法老康变体 和实现者两个角色 两个角色的起源十分相似 都是来自31世纪的未来征服者 而两人融合后 想要通过吸收蜘蛛侠和超级小子融合而成的蜘蛛小子的力量 进而自由穿越整个多元宇宙 为了阻止实验法老康的阴谋 融合了银河护卫队和超级英雄军团的银河守护者军团出面阻止 和蜘蛛小子一起共同对付实验法老康 但由于实验法老康太过于强大 蜘蛛小子最终还是被抓住了 并且还差点重新被撕裂成了蜘蛛侠和超级小子 而万幸的是 来自为了蜘蛛小子2099及时赶到 和蜘蛛小子一起击败了时间法老康 至于这位2099 则是蜘蛛侠2099和DC古早角色蒙埃尔融合而成 最后一位是青青女士康 出自漫画大事件无限战争 塔玛拉利用无限宝石将逐宇宙折叠 使得英雄反派们的灵魂两两融合 进而诞生了许多复合英雄 比如说奇异博士和美国队长融合而成的至尊士兵 钢颠侠和雷神融合而成的钢铁之锤 207和黑豹融合而成的恶灵黑豹 还有就是我们要说的 青青女士和珍珠康融合而成的卡玛拉康 卡玛拉康原本是一个普通人 因一场意外 融合在了时间迷雾当中 使得他获得了自由穿梭时间的能力 他利用他的这个能力回到了20世纪 原本他想见识一下 现代科学之父弗朗西斯·埃克斯坦 这个角色应该是融合了弗朗西斯·培根和阿尔伯特·埃因斯坦 结果因为卡玛拉叫出了对方 导致艾克斯坦被卡车撞死 为了挽回自己的错误 卡玛拉康立刻进行了时空穿越 在艾克斯坦过马路前阻止了他 成功将其救下 然而 这导致他卡车撞到了另一个人 而那人就是卡玛拉年轻时的父亲 卡玛拉本想再次穿越 试图逆转父亲的死亡 但是却出现了许多自己的变体来阻止自己 这很明显致及了主世界的康之议会和大量康的变体 后来 卡玛拉康被洛基和白皇后找到 利用无限宝石 成功将卡玛拉康再度恢复成了 卡玛拉和康两个个体 那以上就是多元宇宙中比较有趣的康的变体 当然 由于理论上有无限的多元宇宙 因此也应该存在着无数康的变体 但是这里面大多都千篇一律 有故事的也仅在少数 大家如果还想了解其他角色的故事 也欢迎留言私信告诉我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大家如果觉得还行 还请一键三连 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